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2年3月11日星期五,拍片時間大約黃昏六點鐘 今天是出隔夜飛的日子,自然是賠了第二擊的時間 為大家在早飛的階段率先捕捉大會議及操盤手對明天賽事的看法 幫大家投注的時候吹吉避空 這次賠了第二擊和之前兩次都相似 就會加一段馬圈消息或者一些錯日的騎煉動態給大家 希望增加資訊,還有賠率第二擊實在收時低,找東西救下去 沒有人看的 這次就講回賀賢對這個旭日星的看法 因為他下個星期就報了跑打比正選 到底這次會怎麼做呢?他都有講法和大家分享 之前都簡單提一提大家,如果還沒訂閱我頻道,我朋友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鐘真的更好 如果影片途中有廣告的話,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盡量看完它,謝謝你 首先講回賀日星 其實星期六,即明天,他跑了一場是1400 一下子打比下個星期就跑2000 其實增情很急 過往都不是沒試過有馬千四直上2000得的 就是講平海復星 就是跑完千四,然後想打比贏了 但是平海復星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多過旭日星 以及平海復星的時候比較當銳 因為不斷慢慢發贏上去 跟現在旭日星的情況是很不同的 賀賢的看法,賀賢當然不會說這次流力 就是他就會說這次是會希望這隻馬有些實質的表現 去證明他在打比有競爭力 從而令馬主考慮他參加打比 言下之意就是說其實馬主隊是否參加打比 我想暫時這個情況都是一半半的 就是看看明天跑得如何 如果明天都跑得頗 打比就無謂浪費 其實都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事實上他都是一隻比較低分的馬 在打比未必夠跑的 看看明天會跑得如何 至於明天的機會 他說到這一馬其實過往 他認為千六是到的 因為他在外地是跑過千六 只不過之前的千六為什麼不行呢 可能因為重磅 上次跑變化場地 所以輸得遠了 今次儘管讓他跑回千四試一下 以及加了配備 戴了眼罩 因為過往他在澳洲戴了眼罩就贏過 所以今次希望我配備幫一下他 他認為今次有這樣的因素結合 就是跑爺馬路程 應該的機會比上一次更好 這就是賀言的看法 看看大家信不信這隻族日星 或者跟非數可以看到啟示 首先回到騎士王的賠率 這次就沒得說了 莫雷拉熱了 1.5而已 因為他手上有太多的大熱門馬 你看看多少2點多 1、2、3、4、5 有6隻馬是2點多倍的 就算不是2點多倍的 都是5倍、6、7倍 他的手馬很熱的 照計你數毛也會數贏 每隻大熱門都死了 不是吧 但是勝德出色 其實我之前估計他會很熱很熱 因為你馬跑回 初跑千四 可能大家有些忌諱 但是跑千四就贏了 正常來說 總之就是貼他 本來本來熱到辣手 看看是怎樣情況 莫雷拉掛勢 但是熱門都不是沒試過的 但是正常計算他應該是贏的 騎士王 因為他太多熱門馬 至於有什麼騎士可以留意 我還是覺得田泰安可以繼續值得留意 他最近手風比較順的騎士 這次又是一堆半熱半冷門 被他偷計 可能有些喜愛線 美英、楊飛都可以 健康馬 甚至電子群星 我覺得都可以 另外大賽騎士 薛恩 我覺得這次都可以看看他的馬 他手上現在的馬35倍 但是他都跑足10隻 有些比較頑 但是也有部分 譬如九寶 聚財 兩隻高班馬 也有些是五門齊 可能落到手上會不同 手到回來 可能這次又跑得回 天火和人 都有些邊線機會 值得留意 濫滿騎士給大家參考一下 接著去到各場的飛數 這個都簡單介紹一下 左手邊黃黃底色的 就是英倫方面的參考賠率 右手邊綠綠底色的 就是外圍方面的信心參考指數 中間的Win和Pay 就是在馬會網 5.9 卡出來的隔夜賠率 都要不厭其煩 提一提大家 要投注設計 一定要光顧香港賽馬會 不要投注非法外圍 所有的指數都作為參考 首先 事不宜是看頭場 頭場其實很平均 外面看 香港的賠率 就看5.6 兩隻 勁駁和超股日子兩隻 叫飛些 但是外面 就覺得這場馬是平均的 差不多 信心指數就很平均 勁駁熱些 但是其他馬都不是批死了 而英倫方面 大熱門是九寶 參考賠率 大家要留意 所以都不要想著 這場是5.6比較高些 雖然是讓榜賽 他們輕榜優勢 但是上面那些都不代表他們不行 就是家應之聲 這麼重磅也有些支持 這個就是頭場 可能很厲害 其實不要想著頭場 一定說簡單 第二場 第二場 現在大熱門是四號天地同心 但是外面是一致看好一隻半熱門 半冷門 十號堅有料 你看到英倫差勞倍率 他是刺熱 信心指數都相對不錯 這個值得留意一下 大熱門的四號天地同心 相對來說 就看到他是稍弱一些 不論指數方面 另外有一隻 那門也有些支持 2號創高峰 香港賠率暫時是十九倍 但是外面有飛 都可以留意創高峰的臨場動態 第三場 大熱門5號狀元及底 這隻就相對傳入比較對版的達熱 反圍 看到他不論指數 隔夜賠率 都是OK的 另外1號勁財 外圍方面的指數有支持 而10號同樣有 暫時香港不足十倍熱門 但是這隻外面是弱的 2號天火同仁都有些支持 但是香港現在是冷門馬來的 十六倍 我想明天這隻天火同仁都應該落些飛 才對的 第四場 第四場 大熱門是4號健康馬 指數一般般 大家看到的 另外就是外圍方面 5號的機械戰士是稍強的 信心指數 這個大家可以留意少少 另外10號伊貝 和13號蓮花江浴 這兩隻都有支持 伊貝暫時香港8倍 大英倫參考一倍是熱門來的 蓮花江浴 香港暫時是十幾二十倍的 藍門 但是外面都有些早飛 落了蓮花江浴可以留意的 第五場 第五場 以來就升得出色 英倫方面就挺強的 參考賠率都OK的 2.2都挺好的 但是外圍的信心指數 就不見有 那些大熱門那些 85、86那些 狀元及低都84 所以信心指數 嫌它不夠強 香港的賠率其實都是27元 但是剛才我講過 我覺得這隻馬是偏冷了 暫時 明天會熱一點 除此之外 就是外圍的信心指數 是看十三號的潮州大興的 而這個馬大英倫方面的參考賠率 就一般般 就是各有不同的支持 三號的無可限量 這隻叫冷門馬之中 稍微有些非可以留意一下 第六場 大熱門八號 這個超越名區就上可 因為外圍信心指數OK 英倫方面它不是最熱的參考賠率 反而三號的包裝必勝是強的 至少我看的指數就是三號和八號差不多 包裝必勝和超越名區 記得上次包裝必勝在香港是冷門來的 但是外面一致看好 今次都繼續是這樣的情況 除此之外 其他馬有四號標知科學 和六號的勇敢夢想有些非 這場真的有個核心 三四六百幾隻 看看是不是QT在這幾隻裡面 包括了 第七場 大熱門八號的八千師 外圍信心指數 這隻就是對板一些 84 所以勝得出色是偏弱的 反而英倫的參考賠率大熱 是一號的黃蝦王 他們看好這隻重磅馬 就是說各有不同的看法 其他有飛馬是平平均均 沒有什麼特別的趨勢 三號的幸運快車有少少支持 是這件事 去到第八場 第八場 大熱門一號是合火紅心 暫時香港來說 但是那些指數是一般般 我看來真的很一般 英倫就是喜歡這七號的金爵士 和十三號金像非凡 相對來說 另外外圍方面有隻拿門馬 外圍信心指數就看四號紅旺 這隻是香港十五倍的 而信心指數這場沒有什麼特別的動向 即是一三和十三都有些 第九場 八號大熱年年有型 現在香港暫時 指數就叫做上可 英倫開他的參考賠率五倍 都是叫做合理範圍 一般般OK 另外 另外兩隻馬都是一致覺得OK的 就是兩號的勇廠 指數強的 九號六六大順 這隻都要留意 香港現在是叫做次熱門 外面的指數是OK的 六號左字勇區 香港暫時的次熱門外面是看淡的 大家留意 美場 大熱門三號是中華盛景 這個外圍信心指數就厲害了 英倫方面就一般 普通 另外又有兩隻 好像剛才那場第九場 一致看好重飛 兩號包裝泰寶 又是包裝鞋 14號動日升 外面看好這隻 看看賀賢明天會不會去 他一定說去 但實際會怎麼盤算也不知道 但外面是看好這隻動日升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南門四號的電路三號 都是有些支持的 英倫三號賠率只有九倍 香港暫時隔夜飛二十幾倍 都值得留意臨場的動態 以上就是各場的賠率啟示 最後都簡單提提大家 大家小弟已經有這個會員的Patreon YouTube會員頻道 也都新增了連費計劃 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 給like、comment和share 我都會一樣感激大家 無需課金都一樣可以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閃馬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